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现在进入你问我答 台湾莲花阿丁问的 又有人就没有阿丁 甲乙丙丁 阿甲阿乙阿丙阿丁 阿弥陀佛尊敬的师佛佛安 恳请师佛失以解惑如下的问题 台湾往系未出嫁的女性或离婚者 如果往生都需要另立排位 无法跟祖先合如 现今女性甚至父亲赚钱 以照顾父母的责任 是否也要依循往系的救治度呢 可佛瓦碑信问何如 跟祖先同一排位的可能性 这是民属 这是属于民属方面的问题 这方面我本身没有什么经验 他说这样 为嫁的女性或者是离婚的 往生都要另外立排位 无法跟祖先合如 这是台湾的啦 在美国 谁管你立什么排位 没有祖先排位的啦 你到美国的家里 谁供祖先排位 没有嘛 没有嘛 甚至也没有什么那个 什么都没有了 一般华人还有 华人有些是还有 有些来到西方 受了西方的洗礼 根本什么叫和卢 什么百香案 什么都没有的啦 空空的 所以我祖先呢 我只能够一起 如家 如家的祖先呢 我只能够记得真祖父 是鲁德杰 祖父是鲁昌 我父亲是鲁尔孙 我是鲁圣燕 就是大部分记住真祖父 在上面的真真祖父 就不知道 大部分这样子 你说将来 叫佛亲 佛琪 家里供祖先排位 哪有可能 没有了啦 没有啦 再下去 像如君 如虹 如阴 他懂得什么 祖先排位 没有了啦 那到了第三代 就没有了 不可能 像这个台湾的习俗 阿丁问的 台湾的习俗 像这个是不是可以用宝贝信问 何如跟祖先同一排位 这个可以吗 我说你问我 我问谁 只要你把杯 说可以就可以了 没有杯 也把到有杯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对不对 这是习俗嘛 这习俗每一个国家不一样的 每一个国家不一样的 现在家里能够供祖先排位的 没有几个 已经没有几个 尤其像分出去的 有些华人到了东南亚 或者是到世界各国去 早就没有了 能够纪念的 放一张照片的 看得到的 是还有纪念信 其他什么记组啊 很少 没有 第一条问题 回答莲花阿丁的 你自己宝贝 其实未出嫁 或者离婚 也没什么 都是自然的现象 我到的是 明天你自己宝贝 其实未经许 我 无数 瑾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